在浩瀚的天空之中 一种被称为天空中的铁的现象正悄然涌现 而这一令人振奋的突破 或许将彻底颠覆我们对太空天气预报的理解 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个年头里 太阳物理学家们始终被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所困扰 这个问题如同一道难解的谜题 让人们对太阳的行为充满了疑惑与探索的渴望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药般一旦发生 太阳表面的等离子体便会以惊人的速度冷却 并最终形成我们称之为太阳雨的现象 根据现有的科学模型 冷却的时间应该是相对较长的 然而实际观测却显示 冷却现象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已悄然发生 这种反差令人深感震惊 最近的一项突破性研究 揭示了一个之前被忽视的关键因素 正是这个缺失的元素 让我们得以更深入的理解太阳的动态过程 这并不是比喻 而是字面意义上的发现 研究显示 太阳的元素组成在要斑时间期间 其实是活跃而动态的变化着 研究表明 在要斑时间发生时 太阳的元素组成会以动态的方式变化 这不仅加速了冷却过程 同时也与过去多年 通过望远镜记录的观测结果一致 这一重大发现不仅仅为我们揭开了太阳语的神秘免杀 更是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对太阳能循环的整体理解 这项研究的成果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太阳能循环这一复杂过程的认知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太阳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项发现的具体内容 它为何如此重要 以及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步骤来进一步研究这一现象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探索之旅 深入了解太阳的秘密吧 太阳与这一奇特的太阳现象总是引人注目 宛如太阳的华丽舞蹈 时刻吸引着科学家的目光 在经历了大规模药斑之后 较冷的等离子体流就像一股强劲的潮流 从日眠迅速清洁而下 直达太阳大气层的较低层 形成一道壮观的景象 科学家们利用太阳动力学观测站等先机仪器 已在紫外线和极紫外线波长下 捕捉到了这一奇妙现象 仿佛在宇宙中打开了一扇观察太阳的窗口 这个难题从来就不是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 而是更深层次的 关于这一切发生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在这场关于太阳的探索中 真正的关键在于 我们必须搞清楚 这整个过程的速度究竟快到什么程度 日缅中的等离子体温度 甚至可以超过100万摄氏度 宛如一个炽热的火球 令人惊叹不已 依照传统的科学模型 这种高温等离子体 通常需要数小时 甚至数天才能逐渐冷却下来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然而观察结果却显示 实际的冷却和凝结过程 在几分钟内便已迅速形成 这一发现让人感到震惊 这种明显的差异让我们意识到 在理解太阳的机制时 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知识空白 急带填补 为了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研究人员开始重新审视 太阳模型中一个长期以来被接受的假设 这个假设认为 日冕中的元素风度 在药斑事件期间是保持不变的 但研究人员发现 这一观点并不准确 通过一系列精密的模拟实验 研究人员最终得出了一个 令人瞩目的结论 这个假设其实是错误的 在药斑发生的过程中 铁等元素会在药斑驱动的 等离子流的强大推动下 发生局部的涌动和变化 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铁和其他低费比元素 正是那些具有较低低电离式的元素 它们在辐射冷却的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这些元素的浓度增加时 能量便会从等离子体的尖峰区域 迅速辐射出去 进而引发快速的凝结和降雨现象 当研究人员在它们的模型中 连入动态变化的元素风度时 令人惊奇的是 冷却时间瞬间与实际观测结果 达成了完美的匹配 这样一来 太阳与背后的机制 不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间之谜 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科学解释的现象 这一切都反映出 在太阳这样高度活跃的环境中 化学变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 这不仅仅是对现有科学模型的简单调整 而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药般物理的理解 这次变革是药般物理模拟的结构性变化 使得我们的理论预测 能够与数十年来积累的高分辨率太阳图像相吻合 这一重大发现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为在太阳物理学中 冷却过程实际上是我们理解加热机制的重要窗口 由于技术的限制 我们无法直接观察药般旗舰 日缅中能量究竟是如何沉积和转移的 因此 我们只能通过分析等离子体在药般后的冷却过程 来推断出潜在的能量释放和传输机制 如果我们所用的冷却模型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对药般能量整个过程的解释 也势必会出现偏差 关键的过程在于 DFIP元素特别实体 如何在这一机制中放大辐射损失 从而影响整个冷却过程 而且这些元素的浓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药般的动态变化而不断波动 这种元素风度的变化 实际上是由药般动力学所驱动 展示了太阳内部力量的复杂性 当热等离子体在色球的蒸发过程中升高时 它会带着不断变化的元素特征 形成一幅生动的化学途径 这种元素的浓缩作用显著加快了冷却速度 导致了失控的凝结现象 最终形成了壮观的日眠雨 通过这一发现 几个已知的物理思想被巧妙地连接成一个连贯的机制 增进了我们对太阳行为的理解 FIP效应显示 在日面中 低FIP元素的风度相对于光球更加丰富 这一现象引发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 药般驱动的气流则向一股强大的喷发力量 将浓缩的等离子体向上抬升 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 而失控的凝结则是局部高发射率 加速冷却的结果 最终导致等离子体的崩溃 形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之前的模型则假设元素的风度是固定不变的 这几乎排除了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化学变化 而新的动态方法不仅成功地捕捉到了冷却的迅速时间 还精准地反映了雨流的观测结构 为研究提供的重要数据 这一发现标志着一个理论上的重大转折点 让我们在理解太阳物理学的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辐射损失函数 这一要斑和环路建模的核心 如今需要考虑不断变化的元素成分 而不再仅仅依赖静态的能量和温度曲线 这一重大转变意味着 我们的研究方法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这些功能几乎是所有日缅模型的基础 而且 这一发现还扩展了 我们对太阳以外的天体和现象的理解 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 许多恒星在其动态过程中 也会出现要般驱动的降雨现象 这一发现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如果动态元素风度 在太阳的冷却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它们很可能也会对宇宙中 其他地方的冷却过程产生影响 这一发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它不仅仅是对单一现象的解释 更是对整个宇宙物理过程的深刻歧视 这一发现 进一步加强了恒星大气中 化学元素与能量之间的紧密联系 使我们的模型更贴近真实的物理现象 这一发现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在实际应用中对太阳和恒星物理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审视日免加热模型 考虑新的发现如何影响我们对太阳加热机制的理解 许多当前的药斑和环模型都依赖于固定的化学成分 这可能会限制我们对太阳活动的全面理解 将动态风度纳入考虑 将彻底改变我们对能量预算 药斑时间线的理解 甚至影响我们如何解释磁虫连事件的机制 这不仅仅是一项科学模型的升级 更是一次理论的重建 让我们重新审视太阳物理学的基础 通过改善对药斑冷却过程的准确模型 我们将能够更好地预测日免物质抛射的演变 进而提高太空天气的预报准确性 更为准确的预测将增强 我们对地球上卫星、通信系统、导航基础设施 以及电网的保护能力 确保它们在太空天气变化中的安全 这一发现将使我们能够进行更敏锐的诊断 尤其是在光谱分析中 更新这些工具以反映实时变化 将带来更高的诊断进步 在传统的光谱诊断中 科学家通常假设元素风度是固定的 但这一假设现在需要被重新审视 如果我们能够更新这些分析工具 使其反映元素的实时变化 那么来自太阳任务的数据将更为准确 尤其是在药斑事件发生期间 这一发现不仅限于太阳 它还具有更广泛的应用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整个星系中 活跃恒星的行为 在整个星系中 许多活跃的恒星在经历药斑后 也表现出类似于状的行为 这为我们探讨恒星的动态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运用这一新框架 我们将能够揭示元素变化 如何影响其他恒星系统的能量释放 进而阐明恒星活动周期 及其对周围行星的深远影响 未来即将进行的一系列观察 将为验证这些模型 提供充足的机会 推动我们对太阳和其他恒星的研究 不断向前迈进 我们现在拥有了一系列先进的工具 包括太阳轨道器 高节点号和帕克太阳探测器 它们能够实时监测 太阳表面元素风度的变化 同时 地面上的太阳望远镜也在默默努力 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补充数据 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太阳的动态 在即将到来的研究阶段 我们将深入探讨 要班期间元素风度是如何变化的 这一过程将帮助我们 确认这些变化的具体规律 同时也将推动我们 不断完善现有的模型 使其更加精准 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 我们将能够绘制出 更为完整的要班后果图像 让我们对这些太阳爆发现象的理解 更加深入 揭示它们对宇宙环境的深远影响 更快 更准确的冷却模型 有望提升我们对要班衰减过程 环度收缩现象 以及等离子体排除机制的理解 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 这些复杂过程的相互影响 这些科学过程 在塑造太阳的磁环境 甚至对地球附近的空间天气 产生重要影响方面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意味着 它们不仅关乎太阳本身 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 那就是 理解太阳的元素组成 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细节 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深刻影响着太阳物理学的各个方面 元素组成 实际上是一个活跃而充满活力的参与者 它在太阳的各种活动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帮助我们解开许多宇宙之谜 在太阳物理学的舞台上 元素组成不仅是一个静态的存在 更是一个动态且活跃的参与者 推动着我们对太阳的研究 不断向前发展 通过对动态元素风度的深入研究 我们终于能够揭开 太阳与背后那些长期以来 困扰科学家的谜团 增进我们对这一壮观现象的理解 这一模型的转变 将极大提升我们的要班预测能力 以及空间天机预报的准确性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 潜在的太空天气事件 太阳的奥秘无穷无尽 它不断给我们带来 新的复杂层次的惊喜 让我们在探索中感受到 自然的奇妙与神秘